如果说贪婪 当别人贪婪说我们要恐慌 但一些股票一直很贪婪 有些股票一直很恐慌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 个股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尽量要找一些 相对来说它的空间比较大的 最好的话位置又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一看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 我们来看 就是相对已经整理过 或者短线上还没有反映的一些股票 我们第一个我们先看看 这一档股票先看K线 好 我们先看K线的话 就会发现它就相当的低档 那基本上在这里打了一个大底 那打了底之后它还没有冲上去 还在底部的区域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呢 那么先来看看 第一个它做的是大容量的输益 什么叫大容量的输益呢 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点滴 那么这点滴占它的营收 81个百分点全部都在这边 然后它主要就是大陆为主 所以大陆的部分来说的话 大容量比较大广的意思 对 就是说比较 其实就是一般中型到比较大一点点的 然后所以这部分的话 它出的话在大陆部分 就集中在这三个省份 所以它基本上就在大陆 而且就是这三个省份 但是这三个省份占大陆的比例 这应该是17%不是10% 大概就占大陆的17% 因为这地方的人相当多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产业里面的一些事情 跟现在的一个政策的方向 那第一个这个市场来说的话 其实这块市场很大 因为单单在大陆 这写的是大陆的数字 大陆的数字的话 单单是一个大陆 今年的市场规模就从去年的228亿 到今年的270亿人民币 这是单单大陆一个国家 所以它的成长率其实相当的强 这是一年的时间 成长率都很高 那用保守估计来看的话 在后面几年的不合成长率 如果全国大概都7到10%以上 那如果农村的话会更高一点点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区块里面 其实成长幅度很强 它还维持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成长 好 那我们再往下面看 再往下面看就发现政策的部分 那大陆有新农合政策 就是说它的补助开始增加 它从以前只有补助60元 到380块钱人民币 补助开始在增加 然后它又有另外一个新的规则 在哪里呢 在中国要有监局的新的规定 那中国要监局新的规定的话 就是说呢 所有你出这一类型的人的厂商呢 你都一定要有我 中国要监局的GMP的认证 好 那么现在重点就来了 那么因为所有的人 都必须要有GMP的认证 所以没有的人 就必须要退出这个市场 所以很多被淘汰之后呢 加上现在市场的需求又上来 所以现在市场的缺口 已经到30%了 好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区块里面呢 其实它的供应商在变少 但市场成长很快 缺口现在就已经出来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看 康游的部分 第一个它的获利来说 那它的获利来说的话呢 这是去年 我们这次打 所以应该是它的去年的获利 是3块多 那今年的话呢 大概是 不是 这是第一季的获利没错 第一季的获利是3.66元 那今年的获利 大概是15块钱的获利 这是它的第一季的一个部分 跟今年全年的获利 然后重点是4月开始的 到年底呢 它是一路在扩厂 好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扩吧 再往下面看 那扩厂的话你会发现呢 这个部分呢 它在两个区块里面扩 一个是软带的点低 从0.85亿平到1.85亿平 那成长度非常大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地方的话 扩117个百分点出来 然后素平的扩厂的话也很大 扩210个百分点 因为它本来是0.95亿平 扩到2.95亿平 所以它扩厂相当相当的强 因为人多市场成长性又很强 所以的话你就发现说 这个数字就是扩得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 总产能扩70个百分点出来 那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第一季赚3块多 那全年15块钱 明年的获利的话 看20块钱以上的获利 好 那么重点就来了 重点就在于它现在的股价 那现在的股价的话 它目前的PE只有11.6倍 所以这PE的话 讲话就严重偏低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同业的PE全部都在25到30倍 以上这些都是大陆的公司 它相对的同业 其实有的还没有它大 但是问题是每一家公司都非常非常强 那PE全部都在25到30倍 但是康永的PE目前是11.6倍 好 这是一个重点就是刚刚讲到 在低档的股票 低档还没有反应的股票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档股票 这个我要叫做百搭 是刚刚挂牌的公司 但重点就是说 目前来讲的话 它的东西我们看下一页 好 下一页来说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的市占率相当的高 我们再直接看到后面 再看到后面的话就可以发现 它目前来说今年预估4块钱 现在本益比也是偏低 所以在最近来说的话 相对这类型的股票 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研究 OK 那都是值得大家一起来做功课 有些已经整理过的 我想尤其是法人操作的一个时代 有一些是城市交易 导致这样的一个沙盘 我们也希望投资人能够理解 没有害怕战争的 因为我们在这市场当中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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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